是单板质量取胜 比分来到8比6孙颖莎快速的淘打 加上优秀的单板质量连续得分率先来到居 孙颖莎一个侧切旋转 平叶梅宇回球不过往拿下第三局 在此之后平叶梅宇就被孙颖莎一路染押 最终4比1大比分胜出 孙颖莎打响对日拼年轻一代的第一枪 号称天才少女的平叶梅宇 出道后首度遭遇生涯滑铁 仅笑了两个月的日本天才少女就此陨落 以前前两年自己的出现吧 也确实让这些人包括主力或者是 不是就是包括一队这些比我大的 都会对待我每一次比赛都非常的拼尽全力 也会去好好准备我 我觉得这次地表12强 我觉得没有压力吧 我觉得还是尽情地发挥出我最好的水平吧 就是这种感觉 跨过日本天才少女来到2019年6月日本公开赛 4比3战胜刘诗文 大家都说日本公开赛是沙沙的福底 前有战胜陈梦后有战胜小早 2019年7月澳大利亚公开赛4比0红扫兵女 孙颖沙的实力越来越精进 这一年的沙沙状态爆棚无人可挡 球迷都说国兵女队的新一代大魔王就是她了 2019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孙颖沙4比0带赛朱宇林 不知不觉间沙沙已经成长到让人充满期待的高度 中生代的主力团队在这年遇到沙沙都是汉服告终 2019年9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再次3比0击败刘诗文 丁宁和刘诗文已经挡不住孙颖沙 新老交替已经慢慢的开始 2019年10月国际拼联德国公开赛 孙颖沙遇到日本星星伊藤美成 以4比1的显赫战绩拿下比赛 两个年轻队员我觉得特别是孙颖沙 确实得到了很大段来 在0比2多后的情况下能翻过来 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这场比赛让世界震惊 当时的孙颖沙名气还没其他几位姐姐那么高 在如此大的逆风情况下反败为胜 重新让世界认识到沙沙强有力的一面 2019年11月乒乓球世界杯孙颖沙再度遇到伊藤美成 这场球是日本星星对孙颖沙的又一次冲击 双方教练组已然对球员都做过全方位研究 伊藤美成属于技战术全面超越日拼主力的主角选手 也是刘国良眼中的头号对手 她的单板杀伤力强 击球落点刁钻 孙颖沙开局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打的异常杯 伊藤美成开局反而打得非常漂亮 好球 漂亮 再接着来 削一板 沙沙虽然努力追分蛋还是很可惜的输掉第一局 李笋和马琳两位教练不断给沙沙调整心态 双方实力在这段时间还是比较接近的状态 主要是选手的心里能不能稳住 当然二位教练也没闲着赶忙寻找伊藤美成的扩展 第二局比赛沙沙并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一直处于非常着急的状态 进攻手感全无失误也频频发生 这下给伊藤美成高兴快 今天从第一局到